上次沒錢過一次啊 這次不會又要沒錢了吧 最誇張的是為什麼有一些地方開始變成了沒有電啊 等一下再來看看是什麼狀況好了 明明原本都有電的喔 可能是牆一安裝上去 他不知道出了什麼bug了 這個牆安裝上來之後 到時候還要幫他買床買馬桶在這裡面 所以我覺得我的錢很可能已經不夠用了 喔天啊終於都弄起來了 這邊的話這邊這個牆沒有弄起來 然後是 他的墊的部分啊 為什麼這幾個地方沒有電呢 那原本的墊是被安排在了哪個地方 我想我看不到了 看不到我還是從一個看得到的地方拉出來吧 我們拉好了 就就就這樣拉過來吧 然後這下面這邊也沒電了 到底是為什麼 這地方也沒電啊 不曉得到底是為什麼 我沒電就麻煩了 還是把它接過來吧 又或者說純粹只是一個bug而已 欸 他把自己給困在了這裡面了 他把自己也困在了這個建築物裡面了 這個工人也太搞笑了一點吧 欸 你一定要這麼搞笑嗎 反正這邊到時候應該是門吧 我先把它拆掉 這邊是入口 這邊也是個食堂的入口嗎 就這樣 就把它給拆了吧 那你還要在這邊轉 轉多久呢 有沒有工人要來救他一下呢 有沒有工人要來救他一下 有沒有工人要來救他一下 目前不是有十個工人了嗎 欸怎麼又有去種樹啦 是因為 是因為砍掉了 哇砍掉了耶 那就可以送到這邊來囉 哇送過來了 所以他們可以開始製造那個東西啊 他們可以開始製造這個床了 喔有了有了 他準備要送過來製造 漂亮 那些原木道還要是要經過那個鋸子先切過的喔 切過之後才會送來這邊 變成他那個木板 剛剛我們聽到好像是有有有有在揍人的聲音啊 是我聽錯了嗎 是要放木頭的聲音吧 聽起來像在揍人一樣 喔你又偷湯匙 是要放木頭的聲音 天啊 然後那一個人被救出來了 啊我這邊不是還要再拆兩 兩個地方嗎 他不管我的指令啊 那這邊的電線奇怪 我又再接了一條過來 他到底有沒有 沒有 欸有欸有欸 有了有了有了 不曉得到底是怎麼回事 哇這邊這兩個也一樣 他可能牆壁的部分也會影響到他那個電力的傳導 這點還真的是蠻奇怪的啊 先拉一條到這裡來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 我想我就順勢直接拉過來好了 那這邊就從這邊拉上來到這裡 從這邊拉過來 啊 OK 哇 哇 哇 這麼浩大的工程啊 啊再來就是只要把床給安裝上去 總是會有遺漏掉的 床啊馬桶啊安裝上去之後 哇 原本是說一個多少孩子啊 這個要200加這個100 所以總共是300塊錢300塊錢300 一百乘以五十 因為五十間嘛 300乘以五十 啊一起 一萬五 欸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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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的話是不是就是來可弄一下就好 複製一下 然後就可以開始開始動作 可弄一下 這邊 這邊 全都是門口是在下面的嘛 這邊 門口在下面的 門口在下面的 這邊都朝上 門口在下面在這邊 這邊 再來剩下都是門口朝上的囉 對的 門口朝上的是這邊的 複製一下 好門都先不用裝 然後哇 最麻煩的是我連這個燈泡都一起複製啊 啊我這樣可不行啊 這樣的話會不會燈泡太多啊 燈泡太多的話就是會浪費電了啊 啊 欸這邊的店沒有過來啊 這邊的店明明就這一條已經接過來啦 還說這一條接過來之後 並不會傳遞到這邊 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那這邊的馬桶都有水啦 可以啊 啊 弄個C還真是 到時候這邊應該是放個監獄門吧 就不再是員工門了 那這個員工們可以先拆掉 拆掉啊 趕快拆掉它算 他們還要開門進進出出的 目前的話這邊下面的空間只有這邊這兩個入口而已 然後他們還是會被關在裡面 所以他們是無法逃出去的 很好很好 馬桶都有水 馬桶都有水 這樣也很好 嗯 沒有人要來拆它 每一個工人都太忙了 這東西也一直送過來 下面的工程實在太浩大了 所以我現在到底 目前算是有多少個監獄來著 102個 102個喔 就是從這邊上去 以上的就102個 那這下面加起來應該是51個吧 我就不去加啦 喔 怎麼會有犯人從這邊經過的 這這這個犯人怎麼會從這邊進出的 發生什麼事啊 他們還這麼喜歡偷東西啊 是不是應該給他們再嚴重一點 想逃跑要搜搜索他們身上的東西跟他的房間 找到工具的要搜索他們的監獄喔 找到武器來就搜索他們的監獄好了 然後這個關禁閉室 乾脆關久一點 兩個小時可能 他們都不怕的啊 不過我怕關他們太久他們又要不爽啊 那這邊來說的話 這個先賣掉 好 好的 然後我看他是不是不會自動分配說 或者他也沒有他也沒有任何選項 讓我分配說啊 這邊就是要去切割那個金屬的 然後這邊就是切割木頭的 還沒有這個選項 他這樣感覺好像現在就全都是在切木頭啊 然後這邊的這個沖床可能就沒有就沒有在工作啊 這個 這個我在搞什麼 Program裡面的話 13個過了 可是目前沒有人有興趣繼續上課啊 所以我這邊還差兩個 還差兩個 那就是要下一批人 下一批犯人進來可能會有其他人有興趣 那等他們 得等他們這邊都安裝 安排好才行啊 只是目前都還沒有 那這邊的話到時候要擋起來了 欸? 這邊又有一根水管還沒有來弄啊 對這邊水就只到這邊而已喔 所以這邊還是必須要接這一條過來的 那一根不願意接 我找這樣想接過來 本來他都沒有水 這邊這一整條都沒有水了 水就一直直到這裡 因為他只從這邊過來的話 是有一定的長度限制啊 喔有啊他還裝這一個 那這個可以取消掉 有啊 那這邊的部分看來都安裝好啦 最後就是要來安裝監獄門喔 不過在安裝監獄門之前 我想這邊可能要先把它給封起來啊 這邊要封吧 用個監獄門 這邊再把它接起來 這邊監獄門的話 因為這個牆會打掉 那這邊可能就是 再放一個監獄門嗎 變成雙重監獄門 這樣真的好嗎 那這一個他到底是 那這一個他到底是 哇我還找到毒品 這個狗目前他就是直到那邊嘛 那就這邊都取消掉 讓他巡邏就這樣子巡邏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再把它 用一個牆這邊擋起來好了 雙重監獄門好了 雙重監獄門好了 到這裡吧 那這裡面就先不要把它當成是個監獄好了 不然我怕到時候 應該不會啊他還沒有完成 現在先安裝監獄門上去吧 這大的小的小的小的 還有錢吧 就連安裝監獄門的錢都沒有啦 哇 好 剛才好像被卡到了一下 可能也算是一個bug吧 喔天啊 這邊先弄好吧 這下面的話 到時候再說吧 沒什麼錢啊 沒什麼錢啊 這邊的話還差這一個 有了 喔 不過他已經算我 sale block C 看來是完成啦 他算我sale block C 已經完成啦 哇 終於有一些 最後的那些錢也進賬進來 有沒有sale block D 有 果然有 果然是200 那我得另外再 多50個出來啊 我還得再另外安排50個出來 才能把這個弄好啊 那不過我上面這邊都先搞定他吧 哇 哇 哇 那我旁邊這邊的話 有這麼大一塊地啊 那個弄個sale block D 出來是沒有問題啊 呃 啊 還是這邊變成廣場算了 這邊就不要用教室了 如果說到時候這邊弄個sale block D 就是 另外的人在這邊的話 還是得從這邊 能夠設法在這邊進出才行啊 所以這邊也許就不用用教室了 這邊還是一樣是澡堂 那可能會弄兩邊進出 那到時候的事情啊 喔 牆可能要先把它擋起來 牆的話 我先把 這邊先坐起來好了 能做的先坐 然後把這邊封起來 就把這邊封起來 然後再來是兩個監獄門 在這裡吧 這邊一個 這邊有一個 然後到時候 這邊就把 先把它給擋起來好了 完全 完全封起來 然後把這邊的牆給拆掉 就OK啦 這邊的話 這一個也把它擋起來 這個也把它封起來 這邊也把它封起來 這邊也把它封起來 好 呃 不過要開一個 開一個 開一個門口就是啊 等 開一個門口 好 就這樣 OK 這邊也封起來了 那這邊是一個 完全密閉的空間 呃 這邊還有一個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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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喔 是我沒有點到他嗎 應該有了吧 還是沒有人進得來的關係 不太可能沒有人進得來喔 這邊的牆先拆掉好了 這邊的牆都可以拆掉 這邊的話對他們來說就有點麻煩啊 這邊的話對他們來說就有點麻煩啊 除非我一直有一個警衛 然後在這邊繞 專門幫他們開門就好 不過想他們之後 要從這邊進出的可能性也蠻低的吧 或者是 其實也比他們從這邊繞 還要來的有效率了吧 好吧 就 這邊就只能暫時先像這樣啊 呃 還有這邊的牆也要拆 對 好 拆拆吧 拆吧 哇 呃 那這邊的門可能要先封起來 然後金屬探測器要放這邊 跟這邊都要放 然後再把這個拆 掉 啊 OK 然後要指派人來這邊巡邏一下 這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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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再一個 然後這邊再一個 喔天啊 巡邏一下吧 這邊繞一圈 這邊繞一圈 一個過來 然後這邊再一個 就專門巡邏這邊就好啦 這邊也一個專門巡邏這邊就好啦 這邊也一個專門巡邏這邊就好啦 欸不過這下面 喔這下面還沒有人啊 我要我要人來巡邏幹什麼 再來是 那就這邊吧 這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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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警衛的部分就不夠多啦 多請五個吧 哇 這邊的話有金屬探測器了 這邊有金屬探測器了 這邊有金屬探測器了 這邊就可以拆掉啦 呃 拆吧 拆 再拆 那到時候厨師也是得多請一些啦 感谢观看